特寵串 警察 出风 你是在一个晚上做的 每年有不少游戏设计师 所以来面试ATG 能让人眼前一亮得少就又少 你算是一个 蒋先生 我看您在国外获过很多奖 参加过国际一流公司大型项目 对于您的能力 我们毋庸置疑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选择 回国内继续发展 因为我做游戏的初心在这里 所以我也打算回到这里 再实践了 好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抱歉啊 这就是我的私人问题了 好吧 你不愿意说 我们也不会勉强 希望未来有机会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有其他问题了 我有问题 我很想加入ATG 薪资待遇 工作时长 我都没什么要求 我也一定会高效高智地 完成你们给我固执的任务 可是 我有一个条件 请说 我想要开发一款 属于我自己的游戏 这个嘛 我们恐怕需要进一步评估 我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的 我 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完成了几个人一周的工作量 难得的是 不仅技术过关 连构思都会创新 我认为值得考虑 那你打算 什么时候入职 随之 欢迎你加入一期之旅 谢谢 今天是怎么会是真的 我跟您说 方经理好 方经理好 不忙啊 一大早就聊天啊 走吧 走吧 方经理 这是昨天的报表 您看一下 第一行就有破碟字 方经理 下午两点有个会议 知道了 你还记得我吧 方经理 你还记得我吧 月童 对吧 对 对 上个月是你负责面试我的 我今天正式入职过来 跟你打个招呼 恭喜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就买了点黑巧 这个品牌的巧克力 很好吃的 你尝尝 你太客气了 不需要这样 没有没有 一点小心翼而已 方经理 系统工程师的名单 得和你确认一下 那我先不打扰你们工作了 嗯 你们也去乱谈 老妈 怒了 你去乱谈 我就知道 所以我准备来给他道歉了吗 那你给他带半手离了吗 什么半手离 需要吗 你就是读书太多了 人情世故都不多 我知道你不会带 所以替你准备了 我妈给我起了红身 到时候你送给老妈去 不用了吧 我从来没送过离 听我的 那你就说从家里带来的一点心意 好好跟老马道个歉认个错 这个事就过去了 那也要根据情况的变化 进行大批量的自我学习 蒋亦 你不记得我了 我们在同一家公司 在哪儿 我知道了 罗姨 我以为你刚才没有把我认出来 都有点伤心了 我刚刚都集中在那面试上面了 不过还得谢谢你啊 替我说话 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呀 等一下请我吃饭 好啊